曾经也是一代花旦,竟然落魄街头乞讨,最后香消玉允,尸体浮烂,差点没有家人出来下葬,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蓝结英的浮沉一生。 1963年,蓝结英出生于香港,父母自小离异,后来被母亲带着同继父一起生活,但是继父性格粗暴,每次醉酒之后对他们母女是又打又骂。 这样的生活环境之下,蓝结英的学习也很难有起色,仅存的一点希望全在脸上,靠着这张精致的脸,没准还能让这首烂牌重新翻局。 20岁的时候,蓝结英和朋友一起报考了无线电视的艺人训练班,朋友落了榜,蓝结英却上岸了,1984年他搭档梁朝伟接拍了个人首部电视剧《家有娇妻》,一年之后又和刘德华一起主演了电影《法外情》, 除了演戏外,此时的蓝结英私生活也丰富起来了,彼时的他有了第一任男朋友,名叫邓启阳,是个编剧,但是相恋不过一年,邓启阳就来了个煤气自杀,后来还是被视为金牌司仪接班人的钟保罗,一直陪在蓝结英的身边,陪他度过了那段低迷期。 钟保罗与张国荣陈百强合称为中环三太子,但是很不幸,他摘上了赌博,并且还不是一般的试赌,最后好处没捞着, 倒欠下了一屁股债。1989年,钟保罗因为无力偿还所欠的赌债,从沙田第一城寓所一跳而下,这给蓝结英来了个双重打击,身边两个男人居然都自杀了。 无奈之下,为了消化悲伤,蓝结英只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转移到视野上去,这一年他一连拍了四五部电视剧,自1990年开始他更是拍戏不断,1992年蓝结英在大时代饰演的灵姐,惨遭压迫也拒不投降,塑造出了一个性格极为鲜明的迎评形象。 这时附加少爷郑嘉诚看上了蓝结英,郑嘉诚本就风流,和邝美云的恋情还没结束,又和蓝结英交往起来。 港姐邝美云的粉丝可不少,他们都骂蓝结英是小三。 但是郑嘉诚的攻势实实在在,他花重金为蓝结英购买豪车豪房,是为有几个美人见到这样的诱惑能不动摇呢? 蓝结英就这样沦陷在了郑嘉诚的怀里。 都说风水轮流转,就在蓝结英满心期待着能嫁给郑嘉诚的时候,闺蜜杨曼丽插了一脚。 昔日还是自己男友的郑嘉诚,如今却成了闺蜜的男朋友,随后郑嘉诚娶了杨曼丽。 这一次,男人又给了他狠狠一刀,让人没想到的是,更惨的事还在后面了。 1998年,蓝结英遭遇车祸,颈部受伤,危及神经,导致他患上了脑震荡,出院以后呢,他就开始精神不正常。 经常告诉别人,自己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 1999年,蓝结英又遭遇了父母相继过世的厄运,接二连三的死亡出现在蓝结英身边,让他本就不正常的神经变得是更加脆弱。 就在蓝结英开始精神不振,甚至一度扬言要自杀时,蓝结英的亲姐姐亲手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。 当时的新闻媒体界纷纷称蓝结英为疯婆子,这让蓝结英的事业是直接跌落到了低谷,出院之后别说接戏了,连戏的影子都看不到了。 乌漏偏逢连夜雨,2005年,彼时的蓝结英连生计都难以维持,又被确诊患子宫肌瘤,因为没钱医治,只得宣布破产,开始向政府申请救济金。 2010年,刘德华借了10万块给蓝结英,本来是想让蓝结英过得好一点,但是钱还没花出去,就被人给偷光了。 那个曾经美丽绝伦的影坛女郎,如今却流浪街头,过起了讨饭生活,依靠捡垃圾为生。 这时就开始有无良媒体使劲爆蓝结英的黑料,最热门的莫过于蓝结英的精神时长真相。 媒体陆续有报道称,蓝结英当年被娱乐圈大佬潜规则施过身。 2014年,在接受八卦专刊采访的时候,蓝结英亲口承认了确认有此事。 原来蓝结英身上还有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惨事,生活没给他逃生的出口。 据生前认识蓝结英的老人梁景海陈树,哪个记者去给蓝结英拍照,写他的东西,他都不会骂人,也不会发脾气赶人家走。 他们拍照,他在那边就抽烟,谁都可以随便拍,但拍到的只会是没有表情的蓝结英。 如果不是对生活失去希望,蓝结英的眼前就不会这样一片漆黑吧? 其实他也和跟拍的狗仔请求过,能不能给他一点尊重。 可是资本社会下,又有谁真的听进去了呢? 这场穷途末路,最终画上句号的是在2018年11月3号,蓝结英被发现于家中去世,享年55岁。 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腐烂发臭,但是更加令人叹息的是,没有家人出来认领他的遗体,死后都得不到善待,未免太过凄惨。 等到蓝结英的姐姐出来认领遗体,并且为他主持葬礼的时候,蓝结英的身体已经彻底变形了。 昔日的蓝结英与郭爱明、杨玲、李立珍和周慧敏合称亮绝舞台山的五美姐妹花,早期曾经与同期香港女星梅艳芳、张曼玉、邱淑珍等人交好。 如今的她呢,别人进娱乐圈能一炮而红,摇身一变过上富贵生活,但对蓝结英来说,进入娱乐圈靠脸蛋吃饭似乎并不可行。 蓝结英说话直接,特立独行,不谄媚也不逢营,顶人让她吃了不少亏。 公司更是通过血藏的方式教训她这样的不识好歹之人。 如今回顾一下蓝结英的一生,两任男友接连自杀,被闺蜜抢走未婚夫,受一乐圈大佬性亲精神异常,车祸被诊脑震荡,接连父母双亡,被亲姐送进精神病院,患流却没钱医治,连死了都没亲人出来收尸。 正是那一句,香消玉碎家人绝。 现在说起蓝结英,不只是该感慨,她生错了年代,还是该叹息她来错了世界。 55年的人生时光,蓝结英的爱情,亲情,闺蜜情连连失败。 唯一一点安慰是那些一直记挂着她的影迷,和少数牵挂着她的朋友。 他们曾经在蓝结英落魄的时候伸出援手,哪怕只是一点微薄的扶持, 也能让蓝结英多买两包烟,像土掉烟雾一样,多散去一些人生不快吧。 而在这般情况下,能坚持到55岁,是怀着怎样巨大的勇气。 即便精神分裂,即便恶病缠身,她也没像那两任男友一样,因为没能承受住痛苦而提前自杀。 我们说蓝结英的一生都是以痛苦为生,但她始终扛着痛苦。 根据警方出判,蓝结英是晕倒失救而死,因为平时一个人生活,更没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治。 这跟自杀不一样,或许回顾完蓝结英的一生,像说起钟保罗一样,人们十分明确她自杀的动机。 即使蓝结英选择自杀,公众也不会觉得那里奇怪吧。 但是蓝结英没有选择自杀死去,至少在生命老去之际,她还为自己留着一点当年的骨气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哦。